我心里是一直有这个劲儿 就是我自己喜欢错的这件事情 也会有无限的力量在心里 因为这个职业对我来说 是在我生命当中不可活缺的一部分 非常热爱的一份事业 我之前一直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最难忘却的是贺利华亭这部戏里面的陆温戏 且不说他拍摄时间是最久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太压抑了 剖析了很多很多底层的一些事件 最难忘的一次合作 那可能是第一部戏吧 因为第一部戏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感受 在生活中就比较 比较想要做自己 就是开心的时候休息 不开心的时候就哭 然后不会说是给自己一个框架 让自己舒服等等 就是很厉害的 我不知道其实我从小的时候 我家里所有人就说反正就是 给我啥 跟我说啥我都笑 但是我对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记忆的 就是可能笑点低 然后觉得每天 就是已经很累了 然后我就觉得让自己开心一点 有没有看过我的作品 最喜欢哪一部 最新很火的山魂灵 因为龚俊还有张哲瀚 是我第一部戏的合作的那个伙伴 我跟他很熟 你现在在热恋中吗 我一直在热恋中 在热恋中 很甜 说 有没有人 我们能够摆 是不是 我们的感受